我表弟考上211 一周后他家被砸了 周围人都说活该 让我读懂人性 这里是红尘文读 订阅我 带你赶无时间的纷纷扰扰 我今年23岁了 尚未结婚 与我爸妈一家三口居住在省城 昨天上午 我妈出去买菜 在超市里遇到了一位老乡 感到十分惊喜 再三邀请老乡来我家做客 中午十分 我们一群人坐在一起聚餐 边喝酒边闲聊 其中一位老乡突然露出一副八卦的表情 小生对我妈说 你三弟家出了点事 你有听说吗 听到这个消息 我感到十分好奇 诧异地看着我妈 她也同样惊讶地问道 什么是 是我三弟 方立健的家 是的 就是她 她家不是住在镇子上吗 靠近河边那个地方 今年她儿子参加高考 考得很好 听说已经考上了211大学了 你不知道吗 我妈当然知道 因为在6月24日的时候 三舅妈就打电话给我们报喜 但是由于她在电话中与我妈争吵 直接挂断了电话 从此便不再关心娘家的消息 因此 我们完全不了解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更不明白好好的他们家怎么被砸了 我赶紧问老乡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谁砸了我三舅家 为了什么事情 后续是怎么处理的 老乡喝了一口酒 叹了一声气 你三舅我就不多说了 一个蛮忠厚老实的人 平日里就知道赚钱养家糊口 没啥不良嗜好 这次也是遭了无望之灾了 哎 谁让她娶了一个这么嘴贱的老婆 听她提到三舅妈 我妈脸色变得无比难看 我大概也猜到发生什么事情了 毕竟在老家生活了十几年 我太了解我三舅妈的为人了 我父母是青梅竹马的发小 从小一起长大 感情非常深厚 他们的父母一直很看好他们的关系 并默默地支持他们结婚的计划 然而 当我父亲去提亲的时候 外公 外婆和舅舅们都没有意义 唯独三舅妈对此坚决表示反对 三舅妈反对这门亲事的原因是 她的堂弟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妻子 她希望我母亲能够嫁给她 这样一来 她爷爷奶奶就不会频繁找她爸爸闹事了 因此 三舅妈在外公和外婆那里对我父亲进行诋毁 时而嫌弃她贫穷 说她配不上我母亲 时而挑剔她的缺点 幸运的是 我母亲和我父亲之间的感情非常坚固 而且外公和外婆一直看着我父亲长大 他们没有理睬三舅妈的言乱 我母亲最终顺利嫁给了我父亲 但与三舅妈的关系一直不好 在我记忆里 大舅一直在外地居住 我们见面的次数比较少 而二舅则是一个老实善良的人 而二舅妈则非常疼爱我 并且经常帮助我们 只有三舅妈 每次见到我都不友善 要么冷漠对待我 连饭都不给我吃一口 要么冷言冷语地说我父亲的不是 甚至说我注定会一辈子穷困潦倒 让我对她十分反感 举个例子来说明三舅妈的刻薄之处 就拿学习这个事情来说 每次她见到我她都会问我最近的考试成绩 这本应该是很正常的问题 但其他亲戚要么夸奖我考得不错 鼓励我继续努力 要么安慰我说一次考得不好没关系 下次会更好 然而三舅妈却时常冷嘲热讽 说我父亲的坏话 甚至贬低我 说我将来会像我父亲一样过着贫困的生活 这让我对她感到非常厌恶 但是 我的三舅妈真的太过分了 无论我考得怎么样 她总是找机会嘲笑我读书的价值 并让我别再浪费钱 早点找份工作 让我爸爸不再在酷热的太阳下做体力劳动 如果我说我考得好 她就会翻白眼 以读书无用论作为借口来嘲笑我 还会说我爸爸连高中都没考上 不知道我妈妈怎么会嫁给她 听到她这样说我爸爸的坏话 我非常生气 冲她发火并要她闭嘴 然而 她却说我没有礼貌 不尊重长辈 并且还告状到我家 当时我爸妈正在外地工作 家里只有我奶奶和我 但我奶奶不擅长辩词 只能责骂我 要我去向三舅妈道歉 我感到非常委屈 每次见到三舅妈我都想躲开她 五年前 我终于考上了一所普通的本科大学 虽然不算是好大学 但这是我全力以赴通过努力学习取得的成绩 我们全家都对此感到满意 自从我进入高三以来 每次三舅妈见到我都会问我是否能考上大学 说我根本就没有读大学的命运 我都懒得理她 随她怎么说 高考结束后 我回到老家又遇到了三舅妈 照样被她嘲笑了一番 分数出来那天 她打了七八个电话问我高考成绩 让我父母觉得厌烦 但毕竟是亲戚 而且住在同一个地方 也不好闹翻 得知我考上了二本 三舅妈哈哈大笑 称二本是在浪费前 我爸终于无法忍受了 果断挂断电话 不再理睬她 后来我去省城读大学 我爸妈也在省城工作 我们租了房子 很少回农村老家 很少见到三舅妈 直到表弟考上了211大学 三舅妈给我们打电话 自称是来报喜的 实际上只是来炫耀 我妈看在三舅的面子上 坚持忍受了半个小时 听着三舅妈吹嘘儿子有多厉害 考得有多好 还拿我和表弟做对比 直到三舅妈问我妈升学院 要花多少钱的时候 我爸抢过电话 冷冷的说一毛钱也没有 然后挂断了电话 我们的耳朵终于清静下来 至于表弟的升学宴 我们家没有人参加 据老乡说 三舅家被人砸了 原因就是三舅妈太炫耀了 砸他们家的不是别人 正是表弟的同学父母 表弟和这位同学从小一起长大 关系一直不错 但是三舅妈最喜欢干的事情 就是夸自己儿子贬低别的孩子 导致这两个孩子的关系越来越差 双方父母的关系也变得紧张 今年他们同时参加高考 表弟考得不错 进了211大学 而这位同学在高考时生病了 发挥不好 没考上一本大学 孩子考得不好 同学的父母本来就很难过 心情一直很压抑 此时嘚瑟无比的三舅妈 却满村炫耀儿子考得有多好 还故意去同学家门口大声炫耀 嘲讽对方 最终引发了激化矛盾的事件 同学的爸妈忍无可忍了 喊来了几位亲戚朋友 跑到三舅家门口 对着三舅三舅妈破口大骂 三舅妈一个人对骂七八口人 挨了好几耳光 家也被砸得一塌糊涂 现在 三舅妈一直躲在家里 都没怎么出门 老乡说他一直吵着要报警 要没完 可是也没见他反击 哈哈 大家知道了这件事情 都笑坏了 说他活该 遭报应了 本来人家考得不好 心里就不爽 他还一个劲戳人家痛楚 人家火气不洒在他身上 洒在哪儿 听完了老乡的控诉 我也读懂了人性 做人需要低调 闷声发大财比较好 还有 不要太嘚瑟了 不要把自己的快乐 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否则早晚会遭报应的 面对某些亲戚的狂轰烂炸贬低嘲讽 很多人会选择忍 因为害怕与人冲突 而且对方又是长辈 拉不下脸来 只能忍 虽然表面不说什么 可心里却暗潮汹涌 生了一肚子闷气 无助发泄 而敏感的人 由于感受力极强 在面对不友善的言语时 往往会觉得深受伤害 有些人可能会说亲戚们 是因为想拉近距离而又找不到话题 财东问西问的 配合他们一下就好了 敏感的人往往表现的比较温和 能忍受诸如工资多少有对象之类的问题 可有些人在问这些问题之余 还会拿你和其他人对比 并且借机贬低你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受到别人的喜爱和尊重 不希望得到嘲讽和贬损 所以我不会告诉你因为尊老爱幼之类的原因去人 因为在我心中 一个人是否值得尊重和他的年龄 辈分没有关系 而是在于他身上的某些品质 不得不说 中国传统文化是博大精深 早在南宋的时候 理学家朱熙就说过一句话 故君子知之人也 即以其人之道 还之其人之身 意思就是说 君子对付别人的方法 就是要用别人对付自己的方法 来对付别人 那么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恶毒的亲戚时 就完全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对付他 例如说 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骗钱 有钱却借钱不还的恶毒亲戚时 我们完全是可以报警 不要去考虑什么亲戚关系 因为这类恶毒亲戚 能够骗我们钱 有钱却借钱不还 早就没把你当作亲戚了 既然这样的话 那请问还估计什么呢 赶紧报警维护自己的利益 才是最重要的 当然 有些骗钱的恶毒亲戚 那是十分的狡猾 根本不会让你留下任何骗钱证据 这时候我们就必须开动脑筋 好好去研究一下 怎样才能把钱给要回来了 感谢观看